大家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齐麦尔的咖啡圆豆 然后这个是我在一家就是卖复合式餐饮 然后它里面有烘焙师 那我就问他说,如果说想喝咖啡,你推荐我喝什么咖啡? 然后他就推荐中原咖啡系列 然后是齐麦尔的咖啡圆豆 嗯,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昨天我在那边喝的时候已经有先喝了一半 然后他说你把这个啊,就是封好 然后冰在冰箱隔天早上喝,还会有不同的风味 然后我先分享他们几张图片 然后...开始! 那当分享完了他的图片之后 然后我再来分享就是,昨天喝的口感就是 喝起来你觉得它很唇厚 可是它的唇厚不是从你就是入口的时候就直接唇厚 而是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唇厚 然后就觉得,诶,这个咖啡的确还是蛮特别的 所以呢,就是今天来分享 就是它说隔了一天你放好之后 会有地瓜的味道 我现在就要来尝试看看地瓜的香味 咖啡打开就是这样,黑色 嗯,其实我看这... 我这边看其实还有带有那些咖啡色 咖啡咖啡色,对,带有咖啡色 那我喝喝看哦,看有没有地瓜的香味 地瓜 嗯,嘿嘿嘿嘿,很惭愧 怎么办 很惭愧的说我喝不出地瓜的味道 可是像我刚刚有分享就是 它昨天喝起来是有那种回甘的唇厚 然后今天它喝起来的时候是入口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比较相对唇厚的感觉 就是很顺滑的慢慢往里面 好的咖啡豆它的确都会带有它独特的香气 然后它那个唇厚的感觉 你可以在这样... 这样子抿唇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它很香 很好喝 那这杯就是我的了 那我之后再分享就是它的其他的咖啡 然后还有它是哪一家 对,OK,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咯,拜拜 你也有什么东西 那是它是不是也是 在这一家 那就是你的咖啡之后 那是什么咖啡之后 你也有什么咖啡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